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文件 就是台晋隆老师一直保留了一些早期朋友跟他的书信 包括他的父亲 包括台大校长傅思年 包括普新鱼 乔大壮 包括张大千 那里面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是陈独秀的信 陈独秀在近代历史上是一个影响不得了的人物 整个五四文学的新文学运动 几乎就从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出来 新青年 台敬隆年轻的时候完全受陈都秀的影响 那这封信是陈都秀在1941年写给台敬隆的 那里面谈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谈到了沈颖墨 那沈颖墨是蔡元培时代被邀请到北大去教书法 书法研究社 那台老师尊称沈颖墨是他的老师 他书法的开始等于受教于沈颖墨 他当然也非常尊重沈颖墨 可是这个陈都秀在这里信上就问说 颖墨先生他现在也在四川 那他还好吗 他怎么样 他行踪如何 就是陈都秀也关心沈颖墨 然后也谈到说 沈颖墨在写字这个部分 书法这个地方用力非常非常的深 这个是赞美 就是说这个人很用功写字 那各个书体 然后教书法都非常非常勤 非常用功 可是他后面下面笔锋一转 他说沈颖墨虽然他写字 写到这么用功 是所有朋友都比不上他的 可是字外无字 所以他除了写字以外 好像少了什么东西 我想这个四个字太重要了 因为意思说 书法或者所有的创作 到最后不只是写字 因为它不只是技术 它还有个生命的向往在里面 这个叫字外有字 所以他觉得可惜 就是沈颖墨 因为字外无字 除了用功于写字 好像少掉了用功于生命本身 所以他就在这里特别跟台敬龙先生提到说 因为他字外无字 写字之外好像没有其他追求了 所以三十年 他的字好像都没有变化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里面非常大的警告 我也觉得台敬龙老师 这封信一直在身边 一直带在身边 即使陈独秀在后来台湾的政治环境里 可能是一个非常受忌讳的人 他都偷偷藏着这封信 而非常庆幸这个信 现在保存在台大图书馆 我相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 台敬龙先生也在前面用小字 注解这封信的内容 说批评沈书 就批评到沈颖墨的书法 我想这个批评 不是一般轻薄者认为说 它不好啊什么 甚至说它很好 只是30年用功于写字而少掉了用功于生命 那个缺乏的东西 我觉得对台敬龙先生影响非常大 因为他最后就是追求字外必须要有字 除了写字以外 还有比字更高的某一种追求 那个书法才会完全跳脱 一般人认为了写字这个规格 请不吝 upp 前面 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